今天想分享的是汽炸雪鱼仔 我有300g的急凍雪鱼仔 开了冰 然后用清水冲一下 尽量吸干水分 抹干水分放入碗中 下一步调味 首先加1.4茶匙盐 然后加1.8茶匙白胡椒粉 加蒜粉 1.4分 1.4分 然后加姜粉 1.4分 然后加洋葱粉 2.4分 然后先捏一下 醃一下 加少許米酒 我會用半茶匙 加入1茶匙 芝麻油 1茶匙 生粉1茶匙 調味後 再捏一捏 這裏有蛋液 一隻蛋發開的蛋液 這裏有麵包糠 放進去 準備氣炸 我會預熱5分鐘 預熱至450度 現在預熱了 這裏是腩子 焗盤 準備好魚氣炸 用幾條 一次可以 把麵包糠 把麵包糠搅拌均勻 要滿了 要黏至整個魚身 放好 拉至年 哪裏 起來 烤箭 rock 焗盤 把果子放在中間上面 至於這個焗盤就放在下面中間那一格 用來盛著麵包碎 我關上它了 我會教時間去20分鐘 我們來看看成果 很熱淡